你看过可以去赛车的 Hybrid 车款吗? 今天带你看一下这一款 Toyota Prius 的 GR Sport 版本 这个是第五代的 Toyota Prius 呢 它也是基于全新的 TNGA 平台打造 这一款车的普通版本呢 即将在泰国上市 所以我们预测这款车未来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预计售价大概是 17 万令吉左右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特别在哪里 这辆车是经过一个改装套件的版本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设计 就算是普通版本其实还是非常的帅气啊 尤其是它的这个前面的灯 我觉得非常的有未来感 而且重点是大家没有发现新一代的 Toyota Prius 呢 它设计非常的低矮 原厂表示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呢 主要就是为了让它有一个更好的操控表现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啦 严格意义来讲呢 Prius 呢不是一款死蛋车型 它是一款Fast Speed 所以呢它整个尾箱呢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给你放东西 然后你的视野表现会更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全新一代的Prius呢 它的轴距达到了 2750mm 比一般的C-Segment更大 也就是讲呢 它的内部空间表现会更好 做人的话会更舒服啦 全新一代的 Toyota Prius呢 采用了也是新的混合动力系统 它是第五代的T-SX 引擎的部分呢 配备的是2.0公升的这个 Akazin Cycle Engine 然后匹配电机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 192 HP 已经媲美了这个2.0的低功率涡轮增压引擎 那么它的0-100加速表现大概是在 7.2 秒左右 如果是讲以一台温和动力的车款哦 7.2 秒的0-100加速其实是非常的强啊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原厂打造出一款这个GR Sport的概念车 我相信就算是普通版本呢 它的操控表现也会很好 而且重点是在那么出色的动力表现下呢 它的油耗表现也是一级棒的 这个全新一代Prius的内装设计呢 跟这个BZ-4S 还有新的CHR是非常的类似的 整体的风格呢 有点像坐进这个战斗机的驾驶座场 其实也是很像Pugio的啦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Stairing 这个Stairing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你的胸口面前 所以你的手伸出去就可以磨到 而且这个Stairing的握感不错 它上面也有很多的快捷键 这一个是好评的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数位化仪表呢 是独立的在前面 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Information 但是有时候会因为这个Stairing的高度 顶到视线 这个点也是跟Pugio很像 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屏主机啦 支援这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车辆的很多资讯呢 都是在这里进行调整 这一点就跟它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Lexus很像 然后这边也保留了很多实体的按键 但是呢如果你是要进行冷气的调整的话 还是要通过这个Screen 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我们终于在Toyota的车子看到那种可以调整颜色的氛围灯设计了 然后啊这个排挡杆呢 是一个电子排挡杆的设计 然后后面有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EV Mode 还有这个电子手刹车 如果是以整体的质感来讲 我觉得Toyota这一赛质感的部分进步很多 设计的部分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啊 但是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个设计风格的 自己在后座因为这个是个概念赛车的关系 所以后面是没有座椅的 所以我们就不带大家看起来呢 刚才呢 Toyota的人有暗示我啦 就是这辆车未来是有机会引进马来西亚自查的 因为他们正在评估 不过因为是CBO的关系 这款车的价格可能不会太便宜 大概会落在17万令吉左右 如果以为Toyota用这款车来代替这个Cora Altis的话 你觉得怎样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看这一个Toyota Preux的影片 对 Preux的看法的话给我们知道 记得和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